各位好,欢迎收看神乎奇迹 现在是下午的6点半 每天准时这个时间你看得到我 那么今天的行情结束了 今天是星期五 所以本周的行情也结束了 又正好是10月31号 本月的行情也结束了 统统在这一天 那么这一个月的行情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 这样累积下来包括今天当冲的走势 到底你在市场上看到了什么 你看清楚了什么 你学到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在我的操作理念里面 我十几年实战经验 我把我非常重要的一些规则 我从市场上得到的实战经验 很多事情你没有进场你是不了解的 没有进场就什么都不懂 包括每一个价位的定点 定价位,其实这一些中间有很多撬绝 撬绝是为了让你避免风险 把风险降低等等等等好多 但是有时候投资人看到的只是什么呢 看到今天我的获利是多少 如果你要在市场上操作 看长久一点 因为每天都会开盘 你也把握一套原则 把握一套规则 照着道理来做事 人生也是这个样子 跟着道理做事情 终究老天爷还是会回报给你的 但是如果你不照着道理来做事情的话 你不照着规则 一时的获得 并不代表是最后的结果 一时的获得 并不代表是最后的结果 如果你在市场上十年二十年 谁没有赢过 谁又没有输过 但是过去你赢了一次两次三次 代表未来最后的结果 代表今天吗 所以人生上面 我们这个时候 应该要用心存善念 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了 这个世界需要的力量 叫做心存善念 不管是在生活上 在金融操作里面 它都有非常很多重要的原则 但是很多人看到的 只是一点小利 你一时的获得 你以为得到很多 但是后面得不偿失 谁又知道呢 所以神乎其迹 一直告诉你的 包括金融操作 很多事情不是你今天看到 突然这个消息发布了 很多事情早就在酝酿当中 所以包括金融市场也好 任何 都不是突如其来的 庄家把剧本都已经写好了 不是开盘以后才决定 今天行情要怎么走 是还没有开盘 就已经把今天的剧本写好 把明天把一个礼拜 一个月后全部都写好了 接着就是它 细微波当中的一个操作 总是往它最有力的方向走 快跟慢的问题 既然剧本已经写好了 那我们也已经破解了 神奇双螺旋 两套公式 把庄家看得一清二楚 就只有两套公式 一套公式是算出多空的转换点 第二套公式是画出当天行情的走势图 从10月1号到今天10月31号 你每天看到我节目的投资朋友 从一开始我所说的到今天 是不是每天都是在做重复一样的事情 没有一天是改变的 从8点50分准时进场 做到隔日冲流波段 没有一天是改变的 而我们抓准趋势 掌握趋势在操作 你看到我们的从当冲 做到波段 从当冲的走势 看到波段的趋势 又何必猜 当趋势还没有真正发现的时候 我们的单已经在里头了 我们的单赚钱 就代表这个趋势 就是往这个方向走 每天都可以做到这样子 我相信 这是大家在金融操作中 梦寐以求的 所有的人都知道要趋势操作 但是问题趋势 从哪一个点决定开始呢 所以说我们有两套公式 第一个公式算出多空的转换点 如果不够精准的话 怎么可能做到这样的成绩呢 这就是当冲啊 完全不加预期 完全不加预测 因为不管是到哪一个点 该多 该空 我们都会照着做 可以错在点数 不可以错在趋势 这是金融操作非常重要的原则 可以错在点数 但是不可以错在趋势 请你永远记得 趋势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 如此而已 这一个月一开始我们就是这样操作 从当冲里面你会看到波段的趋势 这一个点就是我们做多 从分线上面来看 从日线上面来看 都是一样 做多行情上来 而我们在这大震荡当中 我们的当冲单还是做多 第一天空下来以外 当天翻转 一样是在这里做多 果然行情往上 结果才过了一天 行情又急转直下 这是当冲的操作 波段一样进场 行情又证明了 我们跟谁趋势 所以跌下来 10月6号 礼拜一开始 我们空在这边 隔天跌下来 当冲也是空单 你看到的每一个线 这是当冲 你看到绿色的是我们放空 红色是我们做多 当天又一个多一个空 常常行情会出现这种翻转 但是每一波我们总是抓得住 那你长远来看的话 波段是不是一波又到底 在这个地方 当我的多单被停损掉的时候代表 趋势还没有反转 来到10月15号结算的那一天 10月台子期结算 我们除了10月份的台子期让它自动结算以外 因为空单已经大转了一段而行情并没有发现要翻转的现象 所以直接被结算 而且是结算在最低点 大转 当天新仓11月份 当冲进场放空以外 波段一样进场 后来又大跌 隔天又再跌 再来看又一段 每一次的翻多不成就是往下跌 每一次的翻多不成就是往下跌 这就是我们的当冲操作 这是我们的波段操作 从10月开始 从9月30号 10月开始 来到月底了 我们的操作模式有没有改变 一个成功的模式 我们把规则固定下来了 然后就是照着一步一脚印的稳健操作 这就像好像在做作业而已啊 对我们来讲这不是考试啊 这是我们每天应该要做的事情 每天就是为了抓住趋势而操作 不是为了赚价差而操作 你把格局放大了才能赚大钱 到了月底10月22号 为什么给你这一天 因为当天我们空在最高点 除了当冲做空以外 波段又进来 空下来 连续四天 到这个礼拜一 在这个位置 趋势还没有看到翻转的现象 我说过当你还在猜测行情的时候 我们只是在等待 所有每一笔单在我们的手上 在我们还没有进场以前 都已经先做好了规划 当行情指数来到哪里的时候 该做什么样的动作 什么位置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而获利提高到最高 而且还要能够做得到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很多人在这一天的时候 连跌了四天 终于把它砍掉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做了减码 结果怎么样 行情开高 往上拉高 所有的空单 全部都没有机会跑 这叫做嘎空 从这里到这里 这样就是一百多点 我们已经在获利减码的时候 准备下一次的机会翻转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我们不断的进场去做多 即便是没有做到 但是我们的趋势不变 绝对不会去放空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即便它拉到最后最高点 我们当初都没有做到 一样 隔日冲一定要留仓 因为是趋势 所以隔日冲 破断单 全部进场 在违反的时候做多 礼拜三的时候 开高上来 一路往上冲高 光是这个位置 有谁敢这么做呢 如果是你的话 在这边 你一定想要去放空 所以我常讲你的老师跟你的操作 其实没有差别 你要这样的讯息还有价值吗 如果你的老师看不懂行情 他的操作会是怎么样 稍微行情震荡一下 甩一下他就跑光光 什么都没有 因为看不懂 每天 一直重复同样走势 还是没有办法答对 但是我们呢 我不管别人怎么做 因为我们已经破解了庄家的控盘手法 光是一个 趋势 一个点位 一个多空转换点 他告诉我 做多我就是做多 一整个月下来 我们永远在趋势上投 就好比昨天的行情当冲一开始是空 空单空下来 还平仓赚钱 赚钱以外 行情翻转了 但是多少人没有看到 昨天看我节目的投资朋友 我在节目当中跟您报告 这里反转做多 隔日冲 波段单 全部做多 今天跳空上来 第一根就是五六十点 隔日冲会员赚钱出场 波段会员报到最后 今天拉到最高点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95分跟59分一样是不及格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的操作始终如一 一个规则 一个成功的模式 我想我们的分数是100减1 可以做到这样 除了神乎其继 神奇家族以外 不会有别人 所以我真的欢迎你 把握有限的机会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响应全民节电行动 哇 夏日清山 清凉就像汽水 清凉就像微风 您还在用旧的传统的指标 软体在操作吗 那您就注定成为输家 旗子天后杨老师 与他13年骑获实战经验 独创战胜旗指当中 隔日冲 拨断操作法 杨老师让您一次验证 二次实作 正确的操作 让您成为赢家 请播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雇 27年来一直秉持 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雇 亚洲投雇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照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成保条件 付出少许保费 就可向保险公司 投保微型保险 让您及家人 获得多一层保障 详情请洽 微型保险专线及网址 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心您 欢迎再回到现场 在昨天的时候 一个突如其来的翻转 连法人啊 三大法人 在昨天还是进空单的部位 2000多口 但全市场我相信只有我们啊 能够盯到尾盘 在一点多的时候 一点半以后 还进场去做多 因为我给我会员的承诺 波段 隔日冲会员 今天行情即便做多了几次都没有做到 都一两点两三点的差距 我们还是一样要坚持 因为趋势已经发生了 已经产生了 所以只有掌握机会而已 昨天在尾盘的时候 做多请问有几个 多少人猜测行情会往下走 为什么昨天的法人是做空的 因为我们在盘中的时候 一开盘就是放空 放空之后获利出场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算是少赚也要出 因为我们知道 他未来会走出创新高的走势 因为每天九点半 每一位家族成员都收得到一通讯息 双螺旋第几次 10月30是双螺旋第四肢五肢的变形 四肢五肢变形 变形就是所谓的 先破低后拉高过高 或者是先过高后破低 这叫做变形 所有都是经过计算 两套公式 一套算出多空转换点 一套画出行情的走势图 在这个地方 因为知道他要往上创新高 你说为什么我不在这里做多 必须要公式一来计算真正的反转点 我们就是照着规则来操作 照着趋势来操作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图 我说 真正市场上决定你的输赢是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就是所谓它的走势 这个走势来决定你的输赢 因为我光是给你一个点 你还是没有办法进场 我光是给你一个点 没有带你亲自及时操作的话 你可以做到这样吗 为什么敢平在这里 第一部分在这里已经减码了 弹上来不下来 就是平仓 平仓之后准备要翻多 因为这是一个预备动作 所以当冲会员全速平仓以外 隔日冲会员尾盘做多留仓 12点36分隔日冲会员 8875到8880做多 空单全速平仓 剩下一半的空单全速都平仓 1点32分 告诉你多单留仓 从每天的8点50分 到1点45分收盘 我都在座位上 因为我就是要监看这个市场 监看这个价位 准备随时趋势做一个转换 趋势没有转换 就是继续等待 趋势一旦转换 就是跟着做动作 所以在昨天尾盘的时候 我们做了这样的动作 如果你有预期的心理 你肯定早就已经离场了 因为你觉得你今天赚够了 你觉得你今天这样子几十点赚够了 但是我们跟随趋势今天的结果就是大涨 昨天法人还是留空单的啦 做空单的 但我们做多啊 能不能证明我们做的是对的 除了今天的跳空大涨之外 还有一点 道琼指数 道琼指数就是等于国际指数的代表 昨天怎么样反应 313点 从低点拉到最高点 收盘涨了221点 当你还在猜测道琼是不是涨很多了 连涨了十几个交易日 不可能吧 但趋势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可不可能 10月22号 我们的波段怎么做 这都有证据啊 不是图上画一画没事啊 你把时间倒转 以最近的来讲 其实我们从10月2号做多 10月7号开始放空 一路转到底以外 最近的就是10月22号 8750做空 这是波段单 尾盘13点37分空单流仓 是不是每天都证明 我在一点半以后 必须要给我的隔日冲 跟波段会员 告诉他趋势的方向 就是在这一天啊 10月22号 10月23号没有动作 空单流仓 波段会员 跌下来 空单流仓 10月24号 86408645做空流仓 加码一 有没有再破底 有没有再破底 10月27号 86458650 获利减码二分之一 什么时候要减码 什么时候要加码 都是经过计算的 又再创新低 到当天的时候减码 10月28号 波段会员 早上的9点11分 就开始做多了 就是在大涨的那一天 也就是起涨的那一天 8730就开始做多了 在早盘9点11分的时候 9点20分 8750 8755 全速平仓啊 空单 全速平仓 9点37分 8745 8750 做多 波段会员 10月28号的 1点34分 8790 8795 做多流仓 你看我从4030开始一路追 追到最后尾盘 8790 我照样做多流仓 结果就是这样子 10月29号 波段 8895 8900 获利减码 在这个位置 我尾盘做多流仓 跳空上来 我在这里减码 10月30号 1点33分 多单流仓 在这个位置 10月31号 8915 8920 加码做多 今天的尾盘 多单流仓 就在这里 你所看到的每一笔 都是我们真实的操作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你看到了什么 你所认为的 你认为赚了10.20点 你不要隔日冲 你不要波段的风险 那是因为看不懂 如果你懂 你跟着趋势操作 没有人不敢做 唯一就是不知道而已 如果你知道趋势要怎么走 就如同神奇家族 没有人害怕的 你会看到我们每一次当冲进场的时候 某一些价位口述都特别的大 才短短多久的时间 所以这是一个人诚信 还有专业 一时的获得并不代表最后的结果 不要告诉我你今天赚了几点 我今天有没有赚到 我今天是否停损出场 一时的获得并不代表最后的结果 这在人生道路上其实也是一样的 很多事情你以为你得到了一时 其实后面得不偿失 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跟着我们成功的模式规则操作 才能够稳健踏实 金融操作的价值 不只是财富的获得 更是智慧的累积 现在 你从市场上得到的智慧是什么 我得到的是 一句很有价值的话 让世界更好的力量叫做心存善念 各位在这个时候 不是只有钱 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只要能够心存善念 这个世界肯定会更好 如果在金融操作里面 你想要做得更好 那么就只有选择神乎奇迹 神奇超乎想象的奇货操作技术 我是杨以萍 祝您操作顺利 谢谢你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电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您还在用旧的传统的指标 软体在操作吗 那您就注定成为书家 旗指天后杨老师 以他13年期货实战经验 独创战胜旗指当冲 隔日冲 拨断操作法 杨老师让您一次验证 二次实作 正确的操作 让您成为赢家 请播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资 27年来一直秉持 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常胜均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欢迎收看这节产业快讯 我是郭凯 台打电第三季 大弹苹果财 把说会上公布最新财报 合并营收突破500亿元 税后存益直逼60亿 双双改写了新靠记录 尽管预期第四季营收表现 会比第三季小幅下滑 但仍然是看好明年的业绩成长 至少会达到年增15%的水位 苹果iPhone6开卖超过一个月 还有不少消费者在后补名单 销售实力坚强 让身为供应链的台打电 荷包赚满满 第三季苹果订单撑腰 营收获利双双创新高 因为这个是个新的产品 所以它的记息比较低一点 所以说成长55% 这次应该是做得到 第三季合并营收来到504.54亿元 税后盈余计增超过一成 来到58.36亿 EPS2.4元 累计前三季合并营收 冲上1411.06亿元 税后大赚156.69亿 较去年同期大增两成 EPS6.43元 同步改写历史最佳记录 今年动能主要还是工业自动化 爱意的产品 passive component 被动元件 尤其是二流器 就是choke那个部分 财报强烟 虽然依照往年趋势 第四季营收将较第三季 微幅下滑 不过随着大客户苹果 心急热卖 游戏及相关产品订单 持续满载 明年业绩成长幅度 渴望提供